以前的黃金年代的作品 如果你覺得剛剛看到的 The Gekama Bell的機甲很精彩的話 接下來呢 我們的最後一組的演出 你也絕對不能錯過啊 接下來呢 是我們今天的 比賽組別當中最後的一組 我們的第十九組 他的參賽選手 小馬根然 他的作品呢 是非常經典的 機能系列作品 叫做 《機動戰士鋼彈ZZ》 機動戰士鋼彈ZZ 那是鋼彈系列的 第三部的電視版動畫 當然接在Z的後面 是Z的一個續作 1986年左右吧 那時候我還剛剛出生 已經二十多年 二塊三十年以前的 一個動畫作品 那講的是新吉隆還有優谷 之間的一個戰鬥 那在優谷這邊呢 是我們的 NSZ010ZZ鋼彈 就是大家這場熟悉 可能你家裡的HG啦 MG啦 你有買過模型優谷放在家上的 ZZ鋼彈 另外一邊呢 新吉隆這邊呢 這次AMS0104 秋貝雷 請大家 接下來欣賞 今天最後一次的表演 第十九度 香蠟雨嵐 第十九度 香蠟雨嵐 既然選手 香蠟雨嵐 既然選手 這輛在用後 防衛 第十九度 香蠟雨嵐 第十八度 香蠟雨嵐 第十八度 《香蠟雨嵐》 中文字幕 字幕 李宗盛 啊 嗯 這個把握 人的想法 人的石頭是為何會發生的 這就是新武器 你所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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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是生命的 人以來 倫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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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讓我和你 倫敏 倫敏 是 倫敏 倫敏 還要 失敗 一會 我 在 你 是 好 好 象下鏡子 jokes 超大的 諦得十分 在一个把它贬到 再一次 再一次 抓到 再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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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鞠狗 鞠狗 愛持ち道依大人 私負けたな 此理性要素 何でもっと力強化してなかったか 鷹狗 こんな戦いで鷹狗 何も 掴める 渡溜 鞠 好,讓我們一熱烈的掌聲 謝謝第19組的參賽者 OK,我本來沒有辦法讓他們往前站 現在公式站的都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 剛剛好像也沒辦法講話 可是... 剛剛瞪我了,剛剛會瞪我 等一下,w2先打 請,OK 這是我的光榮 我家裡只有最大只到四十八分之一的 做到這麼大比例,我真的是第一次見到 全部都是你新手製作的對不對 ES OK,ES也講看清楚 這個其實真的,這不愧是第一屆的冠軍 這個是,他們花了好多時間 我已經不敢去問你們到底花了多少時間知道了 我已經完全無法想像 他們投出了多少心力在這兩套身上 而且他們身上的LED燈啊 如果大家改變的時候注意的話 其實是相對應的 他們配合劇情的需要的其實相對應 這邊攻擊的時候 這邊會受傷的閃爍 這個是基金設計過 雖然他們舉足圍肩 可是還是想辦法要完成這個演出 重點是呢 連這個前面喔 這個前面可以開對不對 駕駛艙 駕駛艙 駕駛艙是裡面是有駕駛員的 注意看 這是駕駛員的 可是說真的 就是 知識到這種程度 不要讓你做得不好耶 很多魔心很邪惡 還不會附置駕駛艙的這個步驟 大家不辦法開關 大家開感情做的好不好 我覺得太感動了 我要放他們下去休息 他們只得了一次最大的掌聲 三次的掌聲謝謝他們 第一次都要開著 小馬鞭人 太感動了 因為這次是新年看到人家的感動 他們為了高飛 他們為了不喜歡的作品 投出了多少心力 然後花了多少時間 他們也是工作 他們跟我們一樣也要吃飯 要睡覺 然後他們把剩下的時間 全部都拿來投注 在他們喜歡的Coff隊上 這就是我們所熱愛的東西 這叫角色翻演 這叫Coff隊 這叫Coff隊